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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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兩個字就是現在侯友宜 面對選總統議題的態度 怎麼問就是不特別表態 新北議會可能變更議程的關鍵 有人解讀是為了搭配傳出藍營五月 就要徵召侯友宜 所以有國民黨議員預計四月二十六日 讓侯友宜施政報告 然後把原定六月的總質詢提前到五月初 提侯議員幫忙調整腳步 郭震營也啟動陸戰 二十二日在新竹辦了首場說明會後 隔天到臺南掃街 二十七日台中出席兩場座談 接下來在臺北高雄都還有不少活動 立憑三十天民調黃金交叉 只要國民黨甚至於我來當選的 我認為軍機就不會來了 郭董提出的共機不來說 這幾天也持續在朝野發酵 讓台海穩定區域和平 國家能夠永續繁榮 我相信是每一個人共同的心願 侯友宜穩穩鋪排參選總統之路 郭台銘則要創造颱風 拉高支持度 華視新聞 綜合報導 華視新聞看起來 趕快訂閱我們的 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最新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